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腹为婚 生儿育女 无龙畜目 一生劳累 没有其他的出路 唯有知识才可以改变命运 就好像今集的主角 一个生于戴梁山的怡族姑娘 因为读了书 就彻底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路 1990年9月 四川省梁山怡族 自治州 普格苑东山乡 发生了一件轰动的事 乡里的中心学校扮了两个女子班 一次过收了九十几个女孩 1800年来 生于戴梁山的二族女性 几乎重复着同一种命运 一出世就定下娃娃亲 16、17岁嫁人 生儿育女 辛苦劳动 嫁人 火塘 农田 家畜 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 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女孩子上学都算是新鲜事 为了说服父母给女儿上学 东山乡的干部 逐家逐户走遍周围的乡村 教室里面 24岁的金红英老师 和一帮女学生上堂 明亮的眼睛里面 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渴望 破碎的玻璃窗外 这位父亲眼神复杂 这些景象来自新华社记者陈涉 她从成都出发 坐班车 走山路 一路奔波 用了三天才来到东山乡中心学校 她的镜头 记录了女学生求学的艰辛 也定格了知识为她们带来的快乐 天真的小朋友并不知道 上学将会令她们的命运 发生几大的改变 二十四年以后 我又到了普格县 了解到她们九十个孩子 其中有十多个孩子 就一路读出来了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但是还有一些孩子 他们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就终止了学业 基本上跟其他的父女 没有太大的区别 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 真的有这么大 因为读了书 加吉莫沙洛和两个妹妹 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路 家本来是被七岁的老二 沙作去读书 但是沙作坐不定 父母于是被九岁的老大 沙洛顶替 沙洛成绩好 大学毕业之后 在院里的中学做了英语老师 被顶替的沙作 种田放羊 十七岁嫁人 现在是三个小孩的妈妈 老三沙子都回不了学 他曾经为了生计四处漂泊 因为生育问题提医生 欠落了一大不债 直到2016年之后 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帮助下 沙子的生活终于开始好转 沙子去学校里面 坐着清老师讲课 然后我妈妈就说 哪里有那么多钱 供那么多孩子 然后她就在教室里面 把我妹妹偷出来 因为我读书了 然后我就改变这个名誉 如今的东山香已经见不到 芳阳的小姑娘 建立最好的建筑物是学校 中心学校一半的学生都是女生 教育是冲破命运轮回 斩断贫困传递的关键 今天的儿族女孩 生命的轨迹 有了更多的可能 这些是火塘边的老婆婆 从未想过的人生 在偏远的地区办教育 比在城市困难复杂得多 无论在资源、环境、交通、私资 各方面都需要一步一步去解决 30年前 沙洛的父母仍然无办法 负担起三个女儿的学费 只能够可以给其中一个女儿上学 但这些已经成为了过去 在国家大力推动基础教育之下 义务、教育迅速普及 现时内地小学入学率 已经达到99.95% 几乎所有逝联的儿童都能够入学 当然也包括了女孩 在中国 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 只会越来越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